要是在上个世纪初期 你边看手机边低头穿过马路 最有可能的后果是什么呢 是被汽车司机一铲子顺带烧回家 举杯共性双方都毫发无伤啊 是的 自打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场 智人死亡的车祸在1896年发生之后呢 欧洲的汽车制造商们就一直致力于开发出 对于车内乘客和马路行人都同时友好的安全组件了 他们叫做行人捕手 大概有以下三种版本 前两者 显然比安全带和安全气囊都要出现的早得多 第一个版本 在1927年的柏林推出 与其说它是一个安全装置 不如说它是一个装在汽车前方的固定着的大吊床 虽然行人舒服了 但司机却委屈了 视线被遮挡不说 还被前面这个巨大的结构限制了机动性 那就来第二版本 英国人说咱来试一试 这是一个平时收起来 只在关键时刻弹开保你小命的装置 但是 你看 它竟然是手动操作的 那考驾照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要考考反应速度呢 这有命没命直接跟手术相关 还是不靠谱吗 好 时间来到了70年的 这次呢 看起来好像终于是自动的了 但是这硬帮帮的东西 就真不怕把骨头给撞蛇吗 哦 仔细看了一下 它只是为了把人给兜在引擎盖上面的 避免遭受碾压的危险嘛 好吧 总之 它们三个作为铲子都是合格的 对不对 对不对 对不对